男孩拿着钻戒要跟女孩求婚 女孩却一把推开 男孩硬脸懵圈 你说什么 男孩名叫阿雄 和女孩小美是青梅竹马 原以为二人早已是心心相隐 却没想到 小美却一直觊觎着阿雄他爸 老帅 好家伙 我拿你当女朋友 你却总想当我妈 阿雄当然受不了了 阿雄是个单亲家庭 很小的时候妈妈就去世了 老帅是又当爹又当妈 全心全意扑在儿子身上 老帅以前是个摔跤手 自然而然的 把阿雄也培养成了一个摔跤手 阿雄倒是非常争气 每次比赛都能拿得冠军 虽然这也离不开老师的心情培养 但更重要的是 每一次小美都会来给他加油 可他没想到 小美竟然是为了偷偷靠近他老爸 阿雄失眠了一整晚 结果第二天一早 就碰到小美来给父子俩送牛奶 老帅啥都不知道 把小美当儿媳妇来腾 阿雄火冒三丈 更过分的是 老帅不过是一口气喝完了牛奶 在小美眼里 竟然也成了无比帅气的举动 哼 喝牛奶谁不会啊 阿雄举着牛奶 一顿框框猛贯 结果 而小美好像是认真的 他不仅给老帅送牛奶 还帮老帅打扫家里 这天 小美拉着阿雄去逛超市 阿雄实在是不明白 小美到底涂个啥 涂的年纪大 涂的不洗澡 可小美却说 老帅既成熟 又少年 阿雄反驳他 那只是因为他是个成年人 却还不懂事 小美又说 老帅从以前到现在 一点都没变 阿雄说 对的对 因为他一直是老颜 面向老的人就这样 小美终于忍不住了 可阿雄还是不明白 可就算没有人理解 小美也并没有打算放弃 老帅看了一家体育馆 会经常教一群中年妇女健身运动 小美就扮成人偶 一边给他懒客 一边偷偷盯着他 可这群女人的体力 简直比老帅还要好 小美想了想 不行 要采取更加机器的办法 于是第二天 小美出现在了体育馆 这个前吐后翘的大美女 来到了男子刷交训练馆 这群男人瞬间躁动起来 美女展示着自己傲人的身体曲线 男人们眼睛都看直了 不过很可惜 她的目标并不是眼前这帮人 而是他们的师父 说是刷交训练 可小美一个猛冲过去 抱住老帅就是不撒手 老帅哪知道 自己一大半年纪 竟然被个小姑娘吃了豆腐 他一把将小美掀翻在地 可小美却还很开心 他再接再厉 结果一只大手 突然揪住他的后衣领 于是小美开启了地狱模式的训练 不过训练再辛苦 看到老帅 小美也依旧觉得他帅气无比 阿雄见情况不妙 立刻搬出救兵 让奶奶赶紧给老爸安排湘心 奶奶一口答应下来 于是第二天 老帅挂着一副 仿佛五天没拉屎的表情 去参加了湘心 没想到湘心对象 居然是个人来风 根本没在意什么 发现小美偷偷跟踪老帅 居然还觉得老帅迷之魅力 隔天 阿雄就被小美堵在楼梯口 问他老帅喜欢什么样的女生 阿雄告诉他 短发 戴眼镜 保守一点 于是小美立刻践行 但却给老帅吓得不轻 小美这才反应过来 使阿雄坑他 阿雄见小美越陷越深 时好使出杀手锏 他向小美讲述了 老帅和妈妈之间的故事 老帅原本是个 非常优秀的摔跤运动员 可决赛那天 他在现场一眼看中了阿雄妈妈 为了不错过阿雄妈妈 他在比赛途中就直接冲了出去 可说后来 阿雄妈妈因为生病 很早就去世了 于是老帅就独自一人 带大了阿雄 原本阿雄以为 这个故事足以让小美明白 老帅和妈妈之间 是容不下第三人的 谁知道 小美却反而受到鼓励 更加坚定地要照顾阿雄 填补老帅空白的心 阿雄欲哭无泪 于是这天 小美穿上最漂亮的裙子 打算向老帅表白 两人并肩走到楼梯上 陈灯光突然变暗 小美吻了上去 这个男人被推倒在地 女孩一压下来 脱掉他的衣服 男人惊慌失措 可女孩依旧表情妩媚 这一幕刚好被阿雄看到 他疯狂抱走 破门而入 结果体育馆里 只有老帅和另一个男人 原来是自己太紧张 出现了幻觉 自从小美向老帅表白后 老帅就一直刻意避开小美 而阿雄也因为实在受不了了 好去参加了一个封闭式训练 这天 为人照顾的老帅 吃了家里的馊饭 结果急性懒尾炎 被送进了医院 小美在一旁照顾着老帅 隔壁两位病友大妈 调侃小美是老帅的小媳妇 小美虽然害羞 但却掩不住地开心 可巧的是 老帅的相亲对象 恰好是这间医院的医生 隔壁病友大妈再嫌吃瓜 估计有一场好心要看 果然 小美回来看到相亲对象 两人争了起来 过不想让 老帅只想躲进被子里 不管这些破事 很快老帅就恢复得差不多了 而阿雄也结束训练回来 这天 两家人聚在一起吃饭 为阿雄明天的比赛加油 可阿雄却喝得醉醺醺的出现 他再也忍受不了了 阿雄特地拥抱了小美的妈妈 并故意向小美妈妈告白 老帅出来阻止他 他终于气得把小美和老帅的事情 全都说了出来 在场的人大为震惊 尤其是小美爸爸 我拿你当朋友 你却想做我女婿 就是在这样乱糟糟的情况下 阿雄参加了第二天的摔跤比赛 可摔跤从来不是阿雄想做的事情 他只是因为老帅喜欢 所以才会一直去做 可现在他再也不想忍耐下去了 老帅过来劝阻他 两人直接当场过招 变成了父子俩的摔跤比赛 随着阿雄一气绝杀 二人摔倒在地 也终于想起儿时的时光 终于理解了彼此的痛楚 这样子之后 老帅的生活不再是围绕着阿雄一人 而是重新去寻找了自己的人生 阿雄最终也理解了她 而小美最终也放下了心中的执念 不再喜欢老帅 并决定出国留学 幸好一场荒诞的闹剧 最终是以喜剧收尾 而这些经历也许无关对错 一切都只是我们成长的过程 此次的影片 希望大家可以让大家看一下